人行巨報計劃在美團點評的平台上測試數字貨幣DCEP 彭博的報導與其是消息配對 要來解釋及配合美團重賞200元水平的討論 倒不如將重點放在 人行非常想加快數字貨幣的發展 去年王岐帆已經說明 人行肯定成為唯一一間 全球推出數字貨幣最快的央行 由央行推出 亦都意味是正宗官方性質的數字貨幣 去到4月份 據報人行數字貨幣已經小範圍落地 選址在蘇州市商城區 當時消息不算是很公開 不過提到 參與構建數字貨幣的四大銀行 已經完成數字貨幣錢包安裝 更加說 公務員的人工、交通津貼等等 其中五成會以數字貨幣形式去發放 以內地的效率 難道隨時今年之內所有工資 全部都經數字貨幣發放 但肯定除了美團之外 滴滴出行都已經開始探索應用數字貨幣 據報 Bilibili亦都跟人行僅僅加入試點 有地點、有企業 而且不斷加入 正值就是中美博弈 美國日日威嚇搞金融制裁 此時此刻的人行 加快推行數字貨幣 那還不是巧合呢? 的確,不少評論都提到 人行加快數字貨幣推進是可以去美元化的策略之一 甚至可以在Swift以外令起勞灶 但想又是否等於做得到呢? 摩通日前亦令起勞灶 有個分析 第一,基於數字貨幣是由人行發行 與實體人民幣有相同的等值 亦都並非可排斥 所以人行的數字貨幣 基本上就等同於法定貨幣 在穩定和流動性都會有優勢 但第二,由於數字貨幣等於實體的法定貨幣 技術上數字貨幣歸類做M0 背後無需要有任何資產支持 所以未能應用在同業市場交收以及交易 這一點作為國際貨幣重要功能之一 已經構成了先天不足 摩通說早在2012年 內地已經建立跨境同業交收機制CiPS 目前大約有900多個參與者 涉及95個國家或地方 數字上遠遠比不上Swift 所以CiPS的建立是不可能取代Swift 但摩通說如果人行數字貨幣 更普及 而且成為一個有跨境用途的數字貨幣 實現點對點交收支付的話 情況可能會不同 前提是人行數字貨幣國際化 以及歐美亦允許使用數字貨幣 說到這裡大家就會想到 既然實體人民幣邁向國際推進十幾年 至今的國際使用量仍然偏低 變成數字貨幣又談何容易呢 即使是普及 基於中西方的博弈 到時外界對待人行數字貨幣 可能等同於目前對待華為 要眷望 好 感谢观看